朋友们有没有那种干什么什么不顺 觉得谁都跟自己来劲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需要静下心来 认真捋顺自己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孟子的得道多助 师道寡助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 七里之锅 皇而公之而不胜 夫皇而公之 必有得天时者已 然而不胜者 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 石非不深也 兵阁非不坚立 米粟非不多也 为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 玉民不以封疆之界 故国不以山西之险 微天下不以兵阁之利 得道者多助 师道者寡助 寡助之志 亲戚叛之 多助之志 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 供亲戚之所叛 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利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比如说有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 它的外城也只有方圆七里 你把它四面八方都围上打 却打不下来 你敢出兵围攻它 那一定是觉得时机到了 然而打不赢 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利 时机好 不如地势好 城也挺高 护城河也挺深 军事力量也挺棒 粮是给的也足 但是守城的人跑了 是因为地利不如人和 再好的地势也比不上民心所向 内部团结 所以说 能让百姓安心在这个国家待着的 不是国界 能让江山稳固的 不是山河险要 能威慑天下的也不光是军事力量 得道者多助 师道者寡助 这个道是什么 是人正 要爱护百姓 使百姓安居乐业 这个人 失民心失到极限 连亲戚朋友都会背叛他 而得民心者得天下 让得民心的君王去攻打不得民心的君王 您说谁能赢 所以说 君子要么不战 战必胜 咱们都是老百姓 操不了国家的心 对于咱们而言 读了这篇文章能明白 经营好自己身边的关系就可以了 咱们拿工作来说 老板也好 员工也好 得人心 你这个公司 这份工作就能干长久 不得人心 干啥都一步一个坎儿 今天我刚看到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一个博主说他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 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博主 完全无常地帮助他 在自己的视频里推他 在评论里推他 这个朋友自己也争气 视频质量很好 现在粉丝也非常多 咱们就从这个事看 就冲大博主这么仁义 愿意帮助人的心态 就应该活 哪怕有一天他不做视频了 做别的 一样能成 听古文 找七月白泽 关注 点赞 不迷路 有想听的文章 先进主页搜一下 可能讲过 没讲过的可以回复给我 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的朋友 请您长按点赞键五秒钟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吧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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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